我覺得現在很多人討論到堅持 好像都把它變成一個 你好像很辛苦的要去堅守某一個東西 或是很努力的維持某一個價值觀 然後往那個方向去 可是我覺得對我而言的那個堅持 其實不是這麼用力的 是我非常享受這件事情 我很喜歡這樣的方式 然後我就是照著這個喜歡或這個熱情 持續的前進 然後外面的人看起來叫做堅持 可是我其實一點都不 一點都沒有一種費勁的感覺 我覺得它不是一個刻意要費很大努力 讓自己甚至有一點痛苦的狀態 不是的它對我而言是你要真心的好喜歡它 好相信自己的這個價值觀 然後是一個愉快而快樂的方式去走這一條路的 我覺得我覺得會旁邊的聲音對我而言會產生問號 就是我會覺得 欸 為什麼別人是這樣想的 那這如果照著他們這樣做 好不好呢 會有問號產生 可是目前為止 我好像都還是照著自己的這個喜歡在前進 這個享受的過程前進 然後因為這個喜歡這個享受 所以我遇到了 吊藝男導演跟廖凡 跟白日焰火的劇組 然後我碰到他們的時候我就發現 欸 我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們也跟我一樣 他們花好多年的時間做一個作品 然後好喜歡自己的這個作品 跟很享受這個創作的過程 雖然熬了很多年 所以在那一刻我突然覺得 我可以繼續用這個方式前進 因為在世界的某個角落 你不知道哪一天你會遇到這樣的朋友 所以也是因為遇到他們 我就更堅定而覺得 嗯 我必須要聽著自己的心 照著自己的節奏前進 我想要一直在這件事情上 是這麼喜歡 這麼熱情 這麼愉快的 嗯 我會被自己懷疑過 就是 嗯 比如說那時候 我在跟 嗯 可能工作量很大的 嗯 別的工作人員合作的時候 我就會在想說 欸 我是不是自己也可以試試看這種 嗯 接細接的比較緊湊啊 或者是工作量接的比較多 比較大的這種工作方式 就是 這就是一種懷疑 然後我也去嘗試了 我就發現 其實並不適合我的性格 我還是更多的需要 休息 更需要緩一緩 更需要生活的調劑 我覺得其實很多人看到我現在的結果 會覺得我很幸運 當然一部分我真的很幸運 但另一部分其實 嗯 有很多的時間 我當然會有問號 懷疑 焦慮 不確定性 但是每當有這樣的情緒出現的時候 我都會回到一直以來我跟我自己說的話 我都會回到一直以來我跟我自己說的話 嗯 所以其實還是會有 辛苦的地方 那個辛苦不是說 身體體能上 而是心智上面的一種挑戰 有破境的時候 我就會立刻去做學習的動作 就是說 不管是開始大量的 閱讀或者是 真的去學一個不會的東西 就我會開始有學習的動作 我覺得那就讓自己可以安心下來 說我真的實際有在準備 有在學習東西 對 這是一個 當自己瀕臨一個 節點的時候的一個 解決的方式 其實一直以來有一些 學校會想請我去演講 那這些分享其實都是 算是希望我去鼓勵年輕的朋友 或者是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那個時候 黃河危險心靈剛演完 一島也希望我能給 黃河也就是所謂那時候的小朋友 有一些建議 但是我一直記得 我在拍藍色大門的前後吧 易導演 曾經有跟我講過一些話 我已經忘記那些話是什麼 但是 我記得我的反應是 你們不要告訴我這些 你們破壞了我對於未來 或是青春的想像 我記得我有說過這些話 因為對我來講 我很 很珍惜那些 我 完全沒有前車之鑑的 空白的去闖蕩 然後我可能會跌的 滿身是傷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 那都很珍貴 我會因為這些跌倒 然後學習到一些新的東西 或是有一些新的感悟 或是我會在 途中 自己幫自己想辦法要繼續站起來 我覺得那都是 別人沒有辦法給我的 而且別人給我的都是別人的 那都不是我自己 學習來的 所以其實對於 建議這件事情 我總是很猶豫 覺得好像每個人自己去經歷了 那些獲得才是 自己的 而也是獨一無二的 我不太希望 我的建議 有可能抹煞了一些別人的創意 或對人生美好的想像 或者是我的建議 有可能把別人倒去了 可能並不適合他的一條路 我一直蠻怕做這件事情 也不太知道該怎麼給建議 但是我覺得 易導演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棒的長輩 他從來不會告訴我 對錯 是與否 他總是會告訴我 事件的樣貌 然後所有的決定是你自己去做 就他不會告訴我說 這樣做是對的 那條路是錯的 如果建議指的是這個的話 那我就覺得 可能在我的立場我會 不太喜歡這樣的建議 我反而是 喜歡 如果當我自己茫然的時候 別人能夠幫我 把這個雲撥開 可是前方的風景 我看到的是山 還是小房子 那是我自己看到的 不會有一個長者告訴我說 待會雲散的時候前面是有什麼 今天是12月25號 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然後 也謝謝我的父母 也祝自己生日快樂 然後希望今天 節日愉快 大家能跟自己喜愛的人 家人都聚在一起 晚安 好嗎 感谢观看